第一个要来看的主题是Blender的材质的引路 上次我们做过模型的引路 那我们的做法是把整个场景全部一次引路进来 那今天要做的其实比较简单 它是材质的引路 所以呢 我们的做法会是这样 首先我先把这个连接 这是一个材质的连接 我今天用它来做示范 那我先删掉一些 我把这个材质的连接打开 这是一个有点像泡泡球 七彩泡泡球的东西 那我要使用这个材质 我当然要先下载它 那我今天先把它放在 叫Import Material 我把它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下载下来 OK 那这样子我就有了一个材质档 那这个材质档是Blender格式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使用Append去引路那个档案 然后呢 我选取那一个材质档 刚刚那个档案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我选取 因为你点进去之后 它还有物件啊 资料夹 场景这些东西的资料夹 那请你点Material材质 然后呢 选取进来之后呢 你就去 它就已经贿入了 但是这时候你还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选这个材质 让它设定成刚刚那一个汇入的材质 那设定好了之后 你会看到 哇 贴出来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跟刚刚那个有点不像 但是这里的就很像 所以因为我们是立方体 所以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加一个球 然后把球的材质也设定成刚刚那个东西 那你看到就会比较漂亮 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灯光很暗 所以我设定一点环境光 选World 然后呢 选Environment Lighting 然后呢 成像的结果就会比较亮 但如果你要更好一点 你可能可以加一些背景 否则的话 只有两个这种东西 灰灰的 看起来不会好看 那这是我们刚刚的做法 那我现在就来做一遍 那首先我就启动Blender Blender Blender在这里 启动Blender 哦 抱歉 怎么又恢复成2.49版 安装一下 那稍等一下 那我们待会安装完之后 我们就很快的示范一遍 那接下来就给各位自己操作一遍 那我趁现在先说明一下 刚刚我什么要给各位看那个 Blender Guru的那个影片 那各位现在在学动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新的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 那像刚刚那个Blender Guru的影片 他就是告诉你粒子系统火焰这种东西怎么做 你现在可能会觉得很看不懂 那没关系 这种东西就好像你去听那个交响乐一样 总是会听到睡着 但是多少会吸收一点 那之后你就会发现 哦 原来有这个功能有那个功能 那就会好多了 好 那先这样子 OK 我们要去汇入刚刚的那个材质档 我先按一次F12 你会发现它是灰色的 我去汇入那个材质档 按Append 然后呢 我 我要选 在这里 我要选D查的 刚刚那个材质档的位置 在Blender Homework Import Material 这里 我选材质 这个是我要的材质 那我会进来之后呢 你按F12 还是没有反应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设质质 所以呢 我要去选 这个Material 就有这里 这里有一个 Blows Material to be linked 按一下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那个材质 我按F12 这个材质就进来 但是呢 明明我们看到 颜色很多 怎么变成这样一点点 因为它是立方体 那我把它加一个UVSphere 然后呢 我现在再按 你会发现 OK 这个是有材质的 这个还是灰色的 我把它选一下 这样两个都有材质 OK 如果你觉得太暗的话 在Word里面 然后加入环境光 就OK 会亮一些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满意的话呢 可以多加几闪灯 OK OK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各位可以去试着去费入 不一定是这个材质 别的材质也都可以 那你的材质费入呢 请从材质的费入呢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我们的网站里面 有这个材质下载 我刚刚所谓费入的那个材质呢 是在blended material library 应该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来我看一下 我刚刚费入的材质是那个网站 这个 它有很多材质网站的 那这个是blended 专用的材质网站 我把它填一下 那你从这边用blended database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堆材质 可以让你用 像carpent dirt 那dirt就是灰尘嘛 carpent应该是车子的材质吧 那这个fancy就是比较炫 那fibri就是有毛的 就是fur有毛的 那这个glass就是玻璃材质 hello就是那种会发亮的 中空的材质 liquid就是液体的 那metal就是金属的 misc应该是杂像 natural是自然性的材质 organic是有机体的材质 那plastic是塑胶的 sky是天空材质 space是空气的材质吧 那stone是石头的材质 tune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卡通类的 wall 墙壁 water 水 wood 木头材质 那你就可以从这里去选 看看你要哪一类的材质 那举个例子好 比如说我选metal metal应该是金属材质 那这边就有很多相关的金属材质的 的材质 那你可以选一个来用 那这边比如说我选这个 这个gold gold金色的材质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材质像这样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就可以按下载下载下来 好所以请各位去试试看